我想喝烧王咖啡 我不喝我不吃我不吃我不喝 我就要钱 因为长相不过关 他曾三次被中央戏剧学院拒绝 在话剧团勤勤恳恳演戏十余年 终于被张艺谋发现 成为他的御用配角 观众们评价他是面瘫式演技 而在导演们心中 他是能把每一个小角色 演活的老戏骨 今天就带大家了解一位 大气晚成的男演员 倪大洪 2007年 大型古装历史剧 大明王朝开播了 倪大洪在里面饰演了一位 权倾朝野的大奸臣严嵩 为臣有罪 罪在老臣一身 诸臣有罪 罪在严世帆 罗隆文 燕茂青 还有那些贪而无厌之人 剧本里的严嵩 是位八十多岁的老臣 而世系这年 倪大洪四十六岁 何所扮演的角色 差了四十多岁 一开始导演有点犹豫 倪大洪是否能克服 年龄上的难题 然而当他扮上严嵩的样子 颤颤巍巍地走出来时 导演张力立刻就觉得 这个角色非他不可了 剧中扮演严嵩儿子的演员 现实生活中反而还要比 倪大洪大五岁 但是剧里 倪大洪的一举一动 都让观众看不出年龄差 带来的违和感 为了让自己进入角色状态 他时时刻刻都保持 八十岁老人的行动方式 有一场戏 在拍摄时 倪大洪忘死了 但是他仍沉浸在 严嵩的状态里 两分钟过去了 倪大洪终于忍不住 跟导演说自己忘死了 导演不但没有怪他 还称赞了他刚才的表演状态 同剧组的演员 都是陈宝国 王庆祥这样级别的老戏骨 而倪大洪在这部剧中的表现 并不输他们 几个人用46集精彩的表演 为大家呈现了一部 史诗级的全谋神剧 直到今天 这部剧还保持着 9.7分的高分 在国产电视剧中 稳居前茅 有点显老的长相 注定倪大洪的演艺之路 走得艰难 1960年 倪大洪出生在一个父母 都是话剧演员的家庭里 在父母的耳濡目染下 少年时期的他 也逐渐对表演有了兴趣 但是因为体态不好的缘故 家人们并不看好他当演员 私下里通过模仿电影里的角色 他积累了一点表演经验 鼓起勇气来到中系考试 却很快就被老师们拒绝了 第二年 倪大洪继续参加考试 但因为嗓音不够红量 再次遭到拒绝 为了打开嗓音 倪大洪来到黑龙江京剧团 练习开嗓 反反复复折腾了三次 倪大洪终于在22岁这年 考上了自己心仪的中央戏剧学院 因为自己不善收拾自己 长相又有点显老 倪大洪总是被同学们误认为是校工 就连和同学们排戏时 自己也是从爸爸爷爷这类角色演起的 大一这年 刚下课的倪大洪 在学校遇到了来找演员的谢进 他疲惫老成的形象 十分符合剧里的段宇国 因为自己的老成 倪大洪出演了自己的第一部剧 高山下的花环 这之后 倪大洪再次陷入无戏可演的空窗期 毕业后 他甚至回到家乡的石油厂 做了一段时间的石油厂工人 但是心里的舞台梦 让他再次回到话剧舞台 也正是这次坚持 让导演张艺谋 发现了这位低调又有实力的宝藏演员 94年到09年 倪大洪一口气拍了张艺谋三部电影 满城近代黄金甲中的蒋太一 以及三枪拍案惊奇中的王武麻子 虽然剧中饰演的角色下场都不太好 但倪大洪还是凭借自己高超的演技 赋予了这些小角色生命 成为了张艺谋导演的御用男配 2006年 倪大洪出演了乔家大院中的孙茂才一角 凭借这个角色 他获得了电视剧《风云盛典》的最佳男配角奖 2010年 倪大洪再次出演大型古装剧《三国》 剧中 他饰演的司马懿尽管人设不讨喜 但还是受到很多观众的喜爱 2013年 倪大洪在正阳门下中 饰演了九门提督官大爷 虽然不是主角 但他总能将配角演得出彩 2019年 一部热度超高的电视剧 《都听好横空出世》 在一众年轻演员中 苏大强竟成了讨论度最高的角色 那句我想喝手磨咖啡 成为了网络热梗 然而在采访中我们才知道 这段想喝手磨咖啡的情节 是倪大洪临时发挥的举情 和他搭戏的李念和郭晶飞 一推门看到倪大洪趴倒在地 虽然有点摸不着头脑 但还是把戏接了下去 这才有了最后播出后的经典桥段 回顾倪大洪的演艺时 他几乎没有演过一部 属于自己的男主剧 但是他演过的大多配角 观众们却都很熟悉 生活中的他沉稳低调 而一到戏里 他马上进入状态 为观众塑造出一个又一个经典的角色 感情方面 他娶了倪萍的表妹倪伟 夫妻二人二十多年来相敬如宾 低调地过着日子 大家都说 倪大洪终于在都挺好之后被看到了 但是他从来都不是突然出现 31岁才踏入演艺圈 之后便一直勤勤恳恳地演绎这角色 之前是如此 未来依旧如此 自由成可贵 爱情价更高 他们不就是怕房子没了吗 我现在把房子卖了 看他们谁还敢管我 努力追求幸福才对 不能被房子这种俗物所困惑 我今天来的突然 没有给你买戒指 明天一定补上 我把房子卖了 钱也分完了 我还有三十万 加上我的退休金 我们租过来 谢谢大家